我妈是虐文女主 尽管我爸对我俩冷漠疏离 她仍然不离不弃 贤惠温柔 世人皆知她对我爸用情之深 直到我手术那天 我爸从外面接回了 她那位刚刚丧偶的白月光和白月光的女儿 听闻这个消息 我妈平静地挂了电话 眼眶泛红地摸了摸我的额头 笑着对我说 育儿 男人的承诺是信不得的 要如何对付他们 妈妈只教这一次 于是我赶紧请出了文曲星 她已经给看视频的公主 王子们送了两个月的好运 给文曲星点赞后 就能逢考必过 做题全对 在评论区发谢谢文曲星 她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的好运哦 正文现在开始 我醒来的时候 手术已经完成了 陪在我身边的 只有一位美貌的女人 她的墨发松松地 在脑后挽了一个发际 随意插着一只翡翠一簪 虽打扮素雅 却能一眼看出衣品不凡 低调贵气 育儿 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女人温柔地揉了揉我的头 眼角含泪 再坚持一下 我们马上就回家了 我虚弱朝她笑笑 顿时明白 她就是这具身体的妈妈 这是一本虐文小说 女主叫江拼婷 倒很符合 面前这个女人的模样 没错 我不是女主 我只是女主的女儿宋寒玉 男主宋恒川 当时救下江拼婷 只因为江拼婷 和她白月光的眉眼相似 江拼婷为了报恩 对她用情之深 努力扮演好一个 温柔贤惠的妻子 后来 宋恒川得知自己 白月光并未离世 对江拼婷态度急转直下 冷漠以待 甚至常常夜不归家 就连今天 他们的女儿遭遇车祸 宋恒川都不闻不问 一心忙着给白月光的女儿 举办生日宴会 妈妈 我拉了拉江拼婷的衣袖 声音干涩 想喝水 江拼婷这才如梦出行 连忙让庸人去倒点热水来 又轻轻地把我扶起身 在我腰后垫了两个靠垫 我也算福大命大 一根手臂粗的钢筋 从车顶穿过 却避开了我身上的大动脉 和重要器官 就连医生都说 这是难得的奇迹 庸人和江拼婷忙碌之际 从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闯了进来 就没问韩玉怎么样了 他也才三十多的年纪 见眉心目 岁月更给他的眉眼 添了几分成熟和混血感 见我靠坐在病床上 他不耐地扫了一眼 第一句话却是江拼婷 你争宠的手段 什么时候用到孩子身上了 之前是每天只知道哭 现在故意把韩玉弄成这样 就是为了把我捆在家里 江拼婷看着他张了张嘴 却说不出一个字 从旁边房间借完热水回来的庸人 一听这话 连忙说不关太太的事 月儿和小伙伴们出去玩 那辆车的司机疲劳驾驶 开车打瞌睡 这才出的车祸 一听这话 宋恒川自知错怪了江拼婷 却没想道歉 只是别过头去 气氛一下子有些沉默 庸人来打圆场 医生说 月儿还要住半个多月院 太太这几晚都要在医院陪着 宋先生 你明后天来医院吗 我多备份午餐 宋恒川抬手制止了 不用 我这几天有事 抽不开身 他看向江拼婷 简单说道 于瑶和他女儿前几天搬回来了 没地方住 我帮忙打点一下 今天是小丫头生日 他爸去世了 我答应了 今天要带他去游乐园 他简单的检查了一下我的伤口 不太严重 没事就好 一直没吭声的江拼婷 慢条思理道 是没事 但江拼婷性格温柔 不知道会不会受刺激 我连忙看向江拼婷 却见他眉眼冷淡 出奇的平静 直到宋恒川怒气冲冲地离开病房 江拼婷还是那副模样 我心里没来由地生出一种害怕 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衣袖 妈妈 江拼婷低声温柔哄道 玉儿 你别怕 妈妈不会去死的 该死的人 不是我们 是他们 他看向宋恒川的背影 自嘲笑笑 眼中却是掩饰不住的暴力 玉儿 男人的承诺是信不得的 要如何对付他们 妈妈只交这一次 回家那天 我妈和舅舅们来接我回去 浩浩荡荡 一大群人 至于我那个便宜爹 不知道去哪儿赔白月光了 江拼婷一身白色大衣 墨发披在脖梗 更添几分柔美 拼婷 如果玉儿还有哪里不舒服 就跟陆志泽说 其中一个舅舅笑嘻嘻地 给他介绍着身边戴金边眼镜的男人 他是我独眼时期的好哥们 有名的外科医生 再来点挂号费 都要好几百呢 男人穿着白衬衫 模样看起来如雅又清冷 江拼婷笑了笑 和对方握握手 那就先谢谢陆医生了 陆志泽同样礼貌地握了握手 生如庆育 没事 韩玉是阿严的外甥女 那也算我的外甥女了 回到院子前 看到车库里停的宋恒穿的车 佣人惊喜道 今天先生居然在家 一定是想到玉儿出院了 所以赶回来了 我妈却只是淡淡扫了一眼 她回来又没什么用 不会做饭 不会说几句好听话 还不如留在公司 我们几人有说有笑 走到门口 却听见正好有人扭动门把手 门被打开了 你是谁呀 我没说话 视线下移落在她的衣服上 她穿着毛绒的粉色睡裙 舒服的就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江拼廷轻轻把她挡开 生怕她碰到我的伤口 平静地问 我还想问 你是谁呢 穿着我们玉儿的睡裙 把这儿当你的家了 那小女孩和我同岁 一听这话 眼睛转了转就朝屋里跑去 别别嘴还带着哭腔 妈妈 宋叔叔 宋恒川一听这话 连忙从楼上下来 见状也自知理亏 破天荒地低声道 拼停 她是余药的女儿 叫余潇潇 她们这几天没找到合适的房子 暂时来咱家里住几天 今天潇潇衣服弄脏了 没衣服穿 我让佣人从韩玉的衣柜里 拿了几件新的 她正说这话 从厨房里走出来一个女人 对方还穿着家居服 手拿锅铲 潇潇 怎么了 哭什么 我看了一眼妈妈 又看了一眼面前的女人 她的确和我妈妈很像 但是看上去没有妈妈温柔 反而模样娇憨 还透着与年龄不符的天真烂漫 我妈轻笑起来 声音轻柔 不好意思 原来是你的女儿 我还以为是哪个野孩子 余瑶脸上顿时一阵红一阵白 我妈像是没看见 柔声对宋恒川说道 刚好今天妈回国了 要回来住一阵子 月儿才出院 也得让人照顾 家里佣人不够用 临时去找 又花时间 既然余瑶在家里住着 也多个帮手 妈那边 要不让余瑶帮忙照顾吧 宋恒川一愣 随即又释怀了 她知道江平婷性格温和 以为这是对方无言的服软 不由语气也放低了些 这样也好 你平时要照顾韩玉 也没多余的精力来操心妈的事 江平婷对余瑶洋装歉意说 确实 妈妈有时候也很挑嘴 这几天 你可以和王妈一起学学菜式 我和月儿口味也吃得清淡 我们单独的菜 就麻烦少有少盐 这是直接给她扔了个烂摊子 余瑶一听这话 脸慢慢通红 求助似的看向宋恒川 而宋恒川那傻子 竟然还以为余瑶是害羞 笑着安慰她 你别怕我妈 你就当真实的你就好了 而且你也不是外人 既然你是我的 朋友 那我妈也会把你当成自己孩子的 她这话说得冠冕堂皇 好像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我低垂眼眸 无言勾起嘴角 自从我和江平婷进屋 余瑶完全没有表现出 客人应有的礼貌和自觉 反而大大咧咧的 只会拥人端茶倒水 好像真的把自己 当成了这家的女主人 也许这就是宋恒川 喜欢她的地方 觉得她本真 开朗 阳光 纯善 在她心里 江平婷的那脸细腻 则像是拿不上台面的小家子气 可宋恒川也许不知道 有时候温柔也能成为一把弯道 吃完饭 余瑶硬着头皮 不得不和庸人在厨房里收拾洗碗 而我那个便宜爹早不知取向 我准备回卧室 被余潇潇担住 他故意在我面前晃悠 给我炫耀手腕上的手链 宋寒玉 你看这个手链好看吗 他得意的给我显摆 是宋叔叔给我买的 比你手上的也要大一点 他口中的宋叔叔 自然就是宋恒川 我的爸爸 在我车祸那天 他却忙着讨好白月光和他的女儿 江平婷从院子外料理完花草回来 就正好听见这一句 潇潇 你想不想和姐姐上楼去玩 他蹲下身摸了摸他的头 姐姐屋里有很多小手势 你们可以玩过家家的游戏 他把手势两个字咬得重 果然 一听这话 余潇潇眼前一亮 连忙跑进厨房跟余妖说 妈妈 我想去送寒玉房间看看 余妖语气也很自然 去呀 看有什么喜欢的 让你送叔叔给你买 我平静地看向厨房 抬头 对上一双眼眸 江平平看向我 无声地朝我笑笑 像是在说 别怕 你有这么多好看的呀 进了房间 余潇潇瞪大了眼睛 明明还只是个孩子 已经熟练地挑挑拣拣 我从柜子里 拿出一条红宝石的手链给他看 这条漂亮吧 果然 我喜欢这条 你送我 我摇摇头 不行 这条是我的 余潇潇一愣 带着手链跑出房间找旧兵 送叔叔 你上次说送我的那个手链 要是我不喜欢的话 你就要给我买新的呢 宋恒川爱屋及乌 别人声道 好好好 想买什么 余潇潇晃晃手腕 我要这个 宋恒川皱了皱眉 低声劝 韩郁 你妈妈不是给你买了这么多项链手链吗 妹妹是客人 这条送给妹妹好不好 江平平坐在沙发上喝茶 文言倾壳一声 宋恒川面子挂不住 沉堆脸摸出手机 那爸爸给你和妈妈转点钱 让妈妈再带你去买一条 我看着这一幕 心里却冷笑起来 真是个傻子 要是最后知道这是自己花钱买最瘦 也不知道宋恒川会是什么表情 等到奶奶回来的那天 我早早去妈妈的房间里 让她给我梳头发 她这几天除了在家里陪我 就是在公司处理项目 我爸倒是忙着戴雨瑶和对方女儿 在城市里玩乐 江平平并不是美脑子的虐文女主 相反 她也算是和宋恒川门当互对 只是一直苦练未果 听说当时是宋恒川在国外一场宴会上 替她解了为英雄救美的桥段 江平平一见钟情 只是后面才发现自己不过是个替身 而现在雨瑶回来了 宋恒川的注意力自然也全在雨瑶身上 这段时间根本没有留意到江平平的异常之处 好了 月儿今天真好看 江平平捏捏我的脸 笑着说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 再过一阵子就可以去学校了 她牵着我的手下楼 奶奶也到了 这个奶奶 我是早有耳闻 性子刻薄 又爱拿枪做事 江平平之前没少受过她刁难 后面我出生后 外人都夸我和她长得像 我又黏她 她这才慢慢接纳了我妈 奶奶 我脆声声地叫道 面前的老妇人文言 恋爱的抱过我左看右看 怎么出车祸了呀 伤口严重吗 还疼不疼啊 我摇摇头 笑泥泥地说 不疼了 话音刚落 身后也传来一道甜甜的声音 奶奶 余潇潇跑到奶奶身前 仰着头撒娇般地拉她的手 奶奶目光下移 落在她的手腕上 阳光下 手链上的红宝石闪闪发光 我听见奶奶鼻腔里冷哼一声 有好戏看了 只要有余瑶的地方 我爸都快神志不清了 她没有意识到奶奶脸色渐沉 还清了清嗓子 热络地给奶奶介绍 妈 这是余瑶 甚至抱起余潇潇给奶奶打招呼 这是余瑶的女儿 潇潇 奶奶却没有顺着她的话说 反而对余潇潇说 你手上的手链还挺好看的 我们玉儿也有一条 八九岁的小孩 哪能听出奶奶的言外之意 还以为是夸她 炫耀式地晃晃手 给奶奶展示 这就是宋寒玉的那条 宋叔叔说我过生日了 送我的 啊 奶奶笑了 对着我爸淡淡道 你还会借花献佛了 我妈搂过我站在一旁 低眉顺眼 我同样一声不吭 这是奶奶去年亲自找人 给我定做的生日礼物 我妈知道 我也知道 唯独我爸和余潇潇不知道 这种场景 余瑶饶是傻子 也能察觉到气氛的异样 她连忙出来打人场 故意板着脸斥责余潇潇 你怎么什么东西 都找送叔叔要 又一遍给奶奶道歉 不好意思啊 潇潇可能不知道 这个手链贵重 孙衡穿健壮 也帮着余瑶说话 妈 潇潇之前在家里调皮惯了 这几天 小孩子把这儿当家里了 和韩玉相处的时候 就随意了些 这一男一女抱着小女儿 好一幅奇了融融的画面 你们这几天是住家里啊 奶奶惊讶挑眉 外面是没酒店吗 住家里多不方便 余瑶以为这番说辞 让老人家动了恻隐之心 对于潇潇拿手链的事 也就不追究 她连忙甜甜地笑起来 露出一堆梨窝 方便呢 恒川让我们把这儿当家一样 我们也没啥要添置的 奶奶上下看了她一眼 推了推金边眼镜 微笑起来 不好意思 我说的不方便不是指你 是说你在我家 我很不方便 死话一出 空气有片刻的凝固 宋恒川终于忍不住了 低声吼道 妈 你这是干什么 余瑶才来家里半个多月 你没回来的时候 大家相安无事 你一回来 怎么就开始挑刺了 奶奶又捕捉到 她话语里的关键词 哟 多来家里半个月了 我看这个相安无事 只是拼婷不好意思开口吧 她朝我和我妈打的手势 拼婷 你先带月儿回楼上 等会儿我们去逛逛商场 等我和姜拼婷上楼 还能听见楼下中庭 传来宋恒川 断断续续的怒吼 姜拼婷都没说什么 她知道我和妖姿是朋友 您就不能学学拼婷 这几天她从不挑事 很奇怪 往常宋恒川 不屑一顾的温柔和体贴 此时在她嘴里 却显得尤为珍贵 而曾经奶奶嘴里 对妈妈的不满 现在也化为 对她的怜惜和赞扬 我看向姜拼婷 小声问 妈妈 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 姜拼婷笑起来 揉了揉我的头 这才刚刚开始 我当然不会以为 我妈是找奶奶 当自己的靠山 她谁也不靠 只为了看着三条狗 互相打架 四两拨千斤 就把自己摘了出去 家里足够给宋恒川 闹得乌烟瘴气 奶奶好不容易 才接纳了我妈 又来一个带着小孩的女人 要是被外人知道 宋家不知道 要遭受怎样的闲言碎语 她那么在乎面子 对于妖母女 自然是厌恶嫌弃 人本互看互不对眼的两人 竟然能因为第三个人 而结为短暂的同盟 而我妈也说的没错 这才刚刚开始 她做的第二件事 便是完全隔绝 和宋恒川的一切交流 于潇潇和我一起放学的时候 跑到我身边 大大咧咧地问 宋寒玉 这几天你爸妈吵架吗 我洋装不解 没有呀 于潇潇故意提高声调 你爸这几天 都没跟你妈妈说话了 我不满道 这几天我妈妈都不在家 她当然没空和妈妈说话了 于潇潇幸灾乐祸地说 什么呀 我妈妈说了 你妈妈是在家里待不下去了 才去的公司 你好傻 又被你爸妈骗了 我抿了抿唇 懒得和她多说 这几天 宋恒川在家里里外不是人 在公司开会到一半 被奶奶叫回来 奶奶嫌于潇做的饭不好吃 让于潇重做 于潇直接甩脸色走人 宋恒川又转头去哄 奶奶又嫌于潇潇太吵 直接让庸人把于潇潇关在屋外 最后是于潇带着于潇潇旨意离开 被宋恒川给接了回来 好一条忠心耿耿的舔狗 只是 曾经奶奶也这样嫌弃妈妈 可宋恒川像是没看见似的 跟奶奶统一战线 大半夜的 让妈妈在厨房 给一大家子人准备早餐 现在内部分崩离析 宛如散沙 宋恒川这才想起 江平婷这朵温柔节语花 想去找她诉苦 然而这几天 江平婷却像人间蒸发一样 她根本找不到人 家里一锅乱粥 乃次不是江平婷处理得紧紧有条 她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现在全压在她身上 她怎么解决 回到家 于瑶正端着砂锅 从厨房里出来 见到于潇潇 她自然地给于潇潇舀了一碗鸡汤 潇潇快过来喝鸡汤 妈妈专门炖了一下午呢 看见我 于瑶不自然地笑笑 韩玉喝不喝 我摇摇头 余光瞥见两道熟悉的身影 从楼上下来 于瑶阿姨 你跟潇潇说 我妈妈是因为 在家里待不下去 才去的公司吗 我别别嘴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这些年龄家里不是这样的 你来了之后 妈妈才去的公司 你让妹妹穿我的裙子 玩我的洋娃娃 做我的位置 现在还想把妈妈赶出去吗 这是我的家 是我和爸爸妈妈的家 于瑶笑容僵在脸上 看见宋恒川 仿佛看见了旧兵 声音都软了 恒川 你快来给韩玉说说 是不是拼停跟孩子说了什么 阿姨什么也没做呀 这孩子 还跑来质问我了 恒川你尝尝我的鸡汤 宋恒川胡子拉叉 满眼都是红血丝 他第一次无视了于瑶 走到我面前 低声问 玉儿 你知道这几天 妈妈去哪了吗 我歪头看他 妈妈不在公司吗 宋恒川叹口气 声音低沉 他没在公司 于瑶搂着于瑕瑕 在旁边看了半天 不由出言歉意道 这样吧 我还是带着瑕瑕去外面住吧 隔了半场 宋恒川点了点头 这样也好 他疲惫的说 我帮你租个房子 你带着瑕瑕两个人住合适了 这次 唤于瑶愣住了 他本来只是随口一说 却没想到宋恒川 这么快就当真 去了外面住 哪还有免费的保姆 免费的司机 哪还有别墅泳池阳台 给他拍照 恒川 这不太好吧 于瑶试探道 花你的钱 这怎么好意思 没事 宋恒川给了他一个安抚的笑容 这点小钱不算什么 你们出去住吧 也省得再让我妈挑你麻烦 我简直就要笑出了声 直男的脑子 仿佛是另一个宇宙黑洞 宋恒川随即再次蹲下身问我 你真的不知道 妈妈去哪了吗 我苦恼的想了想 这才点点头 想起来了 妈妈今天去和舅舅他们吃饭了 宋恒川眼前一亮 连忙到在哪呢 我去接妈妈回来 我微微一笑 在卢尹餐厅 卢尹餐厅是一家预约制的私房餐厅 姜平婷打过招呼 要是有人来找他 一律不要放进来 所以你爸就准备过来了 姜平婷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来 视频里的他看上去很平静 我笑嘻嘻地说 妈妈你吃了什么好吃的 给我看看 姜平婷无奈地给我用摄像头扫了一圈 故意板着脸 让你来吃 你不过来 亏妈妈点了这么多好吃的 我小生都呢 我为了帮余潇潇搬家呀 他们今晚就要搬走了 姜平婷的语气听不出喜怒 可惜今晚要下雨 我趴在卧室里看着窗外 的确 乌云压城 山雨欲来 绿儿 身体好些了吗 从视频里传来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陆之泽笑着朝我打招呼 他应该是才下班赶来 还穿着浅蓝色的衬衫 那副金边眼镜更给他添了几分儒雅 我点点头 陆之泽又耐着性子 叮嘱了几句注意事项 我看向画面里并没有舅舅的身影 不由好奇问 舅舅不在吗 我妈把手机拿了回去 放在支架上给我直播 没呢 你舅舅今天公司有事 不过这顿饭就算他请客了 我眨巴眨巴眼睛 那招妈妈这样说 今晚吃饭的只有他和陆之泽了 窗外细细细的小雨逐渐变大 变成瓢泼大雨 我站在二楼 看见于瑶和于潇潇 拖着三大厢行李 在院子门口磨蹭半天 最后还是收回了脚步 偷偷溜回了院子 正准备看了仔细的时候 听见手机里传来服务员的声音 江小姐 外面有位自称幸送的男士在等你 要请他进来吗 陆之泽并未说话 只是低头优雅地吃着餐盘里的食物 江平婷笑了笑 跟我说 你爸速度还挺快 我点点头 是啊 因为外面下大雨了 豆大的雨点砸在屋檐上 发出噼里啪啦的巨大声响 顿时将餐厅笼罩在一层雨雾之中 江平婷慢条斯理地夹了一筷子 随口问 他在雨里等了多久了 服务员看看手表 将近四十多分钟了 这样啊 江平婷笑了起来 那就让他继续等着吧 我下楼的时候 就看见宋恒川 浑身湿透地坐在沙发上 一旁的佣人抱着干净的外套 送也不是 不送也不是 尴尬地站在原地 宋恒川望着前方发呆 在他视线所及之处 是一张婚纱照 画面上 江平婷穿着白纱 笑起来温柔甜美 而照片里的他 却明显心不在焉 随时笑着 眼底却没有笑意 恒川 余瑶拉着余潇潇从房间出来 歉意地说 今天雨下得太大了 我们明天再走可以吗 宋恒川疲惫得白白手 随便吧 他看到我 眼前一亮 玉儿 你妈妈跟你说 时候回来了吗 说了 我笑起来 马上就到了 宋恒川这才稍微有了些精神 一旁的余潇潇 故意大声问 宋恒玉 你妈妈还没回来呀 余瑶也好奇问 是啊 这几天都没见到你妈妈 这么大的雨 乒婷去哪了 还不回来 多让人担心啊 宋恒川轻咳一声 不自在地说 他和他哥在卤影吃饭 话音刚落 院子外就传来汽车的声音 宋恒川连忙起身 看到的却是陆之泽 举着伞打开车门 将乒婷弯腰下车 我看向宋恒川 他抿了抿唇 脸色阴沉 偏偏有人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于瑶撞了撞宋恒川 小心翼翼地问 那个是韩玉的舅舅吗 看上去也不太像呢 闭嘴 宋恒川不耐地呵斥道 一把拉过我 朝着二人走去 看到他走来 陆之泽朝他点点头 算是打过了招呼 宋恒川皮笑肉不笑地 对江平婷说 这就是你晚上吃饭的人 这几天回来得这么晚 就是和他待在一起 陆之泽和江平婷对视一眼 双双轻笑起来 他们的举动 看在宋恒川眼里 无异于挑衅 宋恒川忍不住 瞪着他几乎是怒吼道 今天孩子在家里等了你一天 外面下这么大的雨 你一声不吭 和其他男人在外面吃晚饭 我去找你 在雨里等了你一个小时 你连面都不见 你是不是忘了 你有老公有女儿 江平婷看着他 柔柔一笑 你说的这些话 有没有觉得很耳熟 宋恒川愣住了 江平婷慢条思理地说 家里过年的时候 你是怎么把我的月儿 扔在外面 自己开车回去的 那个时候雪下得那么大 你毫不留恋 月儿冻得发高烧 我刚生完月儿的那段时间 你和雨瑶久别重逢 整两十二个小时 不接我的电话 我连给你打电话 你嫌太吵拉黑了我 是我自己打车回的家 我不过是用你 对我的方式来对待你 怎么 这就难受了 这就委屈了 江平婷笑着 指了指旁边的雨瑶 就连你的白月光 你也光明正大的 接回家里 这时候忘了自己有气儿了 忘了自己已经结婚了 江平婷从不怕 在众人面前 再一次血淋淋地 剖开自己 早已愈合的伤口 反倒是宋恒川 气得双目通红 满脸难堪 他怒急返笑 好 既然你这样说 那我无话可说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他一把拉过我 扔到江平婷怀里 月儿 你看看你的妈妈 看看他是怎么对你爸爸的 宋恒川动作太粗鲁 再一次牵扯到了我的伤口 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 他这才意识到 连忙蹲下身 怎么了 刚刚伤口又疼起来了吗 却被陆之泽伸手挡开 对方冷冷垂眸看他 别动月儿 最后宋恒川 是被江平婷一巴掌扇形的 但江平婷也没管他 只是拉着我 静止回了屋 月儿 刚刚你爸 甚至动作太重 又扯着伤口了 江平婷心疼的凑近了看 见眉流血 不由松了口气 房门外事实传来敲门声 奶奶压着宋恒川来了 笑着劝和 平婷 你们俩别因为一个外人吵架 让孩子看笑话 宋恒川端着果盘和热牛奶 站在门口 低声道 吃点水果 江平婷却看也不看他 放桌上吧 于瑶和于潇潇 什么时候走 宋恒川深吸一口气 明天吧 明天雨停了 我开车把他们送到公寓去 江平婷笑了 你还真贴心 等着宋恒川的脚步声 渐渐消失在走廊上 他回头 看我一言不发的样子 不由好笑捏捏我的脸 怎么了 是不是觉得 你爸爸和之前不一样了 我迟一片刻 点了点头 他笑容又很苦涩 是啊 人只有再得不到的时候 才会珍惜 我清垂眼眸 我知道 你知道 你怎么知道 江平婷有些惊讶 他怜心的紧紧抱着我 玉儿啊 我也轻轻的拥抱着他 闻着他身上好闻的花果香 阿兰德波顿 在他无聊的魅力里 写过这句话 你越不喜欢一个人 你越能够信心百倍 轻而易举的吸引他 强烈的欲望 使人丧失了爱情游戏中 必不可少的一种漫不经心 你如被人吸引 就会产生自卑情节 因为我们总是想把最完美的品质 赋予我们是爱的人 爱人如遛狗 有张有迟 哪能事事都让宋恒川 掌握主动权呢 江平婷抚摸着我的头发 玉儿 要是妈妈和爸爸分开了 我跟着妈妈 我抬头看着她的眼睛 认真道 江平婷笑起来 轻声道 玉儿之前受的委屈 妈妈都记得的 她又像是想起什么似的 随口问 这几天妈妈不在家 你有提醒爸爸吃药吗 我睫毛微颤 半嗓才摇了摇头 本是随意的一句话 我突然就明白了 原来这就是她要做的第三件事 宋恒川的心脏有问题 需要随时带药在身边 怕奶奶担心 她不敢告诉奶奶 往常她的衣服 都是江平婷提前一天 给她熨烫好 挂好 远方小药丸的口袋 也是江平婷随时检查 有没有遗漏 但之后 于瑶回来了 宋恒川一天都不愿在家多带 也就没人督促宋恒川 随身携带救命药 再后来 奶奶和于瑶天天闹事 家里一锅乱粥 她自然也忘了药的事 自打宋恒川 她的确是江平婷的软肋 她思虑良久 才点点头 轻叹道 确实 确实不能让月儿过这样的生活 宋恒川大喜 上阳的嘴角 是她掩饰不了的洋洋自得 我就知道你还是会心软的 傻子 我在心里想 江平婷并不需要宋恒川 迟来的愧疚和申请 当她和女儿曾经被宋恒川 扔在雪地里 被奶奶当了一众亲戚 泼冷水刁难 没有一人站出来 没有一人为她和她的女儿 伸张正义 而她受的苦楚 难道只是为了得到宋恒川 一个轻飘飘的爱 当做奖励吗 男人的承诺 只有在说出口的刹那 才是真的 一个鱼窑走了 还有千千万万个鱼窑 追击火葬场 在于让对方感受到 和自己一样的疼痛 江平婷不屑用 爱与恨的精神胜利法 她要用的是生与死的物理胜利法 我知道那天会来 却没想到那么快 刚放学我就被司机接上 直奔医院 到了医院才看见维力圈人 奶奶被庸人扶着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已经快要休克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出车祸 其他亲戚正对角落里的鱼窑 口珠笔伐 横川是送你才出的车祸吧 你是他什么人啊 人家有妻子有女儿 你是谁啊 你害得人家出车祸了 知不知道 鱼窑也吓傻了 不停地辩解 不关我的事啊 她自己开车到一半心脏疼 是她自己的身体原因啊 医生从手术室出来 表情凝重地摇了摇头 见状 奶奶直接吓得面色苍白 病人有心脏病 你们不知道吗 医生叹口气 她本来要避免劳累 和饮酒熬夜的 而且要随时把药带在身上 江拼廷眼眶泛红 抿了抿唇 微微醋眉看向于瑶 这几天她也没在家 大家对视一眼 恍然大悟 于瑶瞪大了眼睛 急得都快哭出了 真的不关我的事啊 我也不知道她有心脏病 我被江拼廷牵着 看着她雷厉风行地 处理着住院和手术事宜 又关切地安慰奶奶和亲戚 忙前忙后 头发松散 扮演着一个坚强又柔弱的妻子模样 奶奶拉着她 不停哭着感谢 还好有你拼廷 不然这家里真不知道要怎么办 病房里 宋恒川戴着呼吸面罩躺在床上 面容都是伤口 双唇白无血色 医生说是突发心脏病 撞上了乔墩 于瑶只受了皮外伤 她却伤势惨重 就算后面能醒来 双腿可能也恢复不到曾经的状态 换言之 她即将瘫痪成为残疾 奶奶被亲戚们嫁走了 大家怕她人老了受不了刺激 整个病房空荡荡的 只剩我们一家人 你看 这就是你急着 去帮别人养女儿的报应吧 江平婷轻轻地 抹扎着她的眉眼 神色怜悯 疼吗 月儿之前也是这么疼的 她为了在你生日那天 给你踩一束花 在路上出的车祸 而你呢 你在陪别人的女儿 这盘棋 江平婷下了整整一年 她无意中向于瑶透露 宋恒川爱喝酒 爱吃甜食 又给于瑶介绍有名的酒吧 于瑶才来这儿 对一切都新鲜 又没有朋友 宋恒川乐意奉陪 和她熬夜通宵 喝酒唱歌 至于家里的药 她也以害怕孩子 务实为由收了起来 宋恒川发病 是早晚的事 我站在门外 看着远处的树林 燕子扑上翅膀 给巢中的幼鸟带回食物 江平婷的恨 无人知晓 午夜梦回的时候 她看着枕边人 又是怎样的心情 对了 别担心公司 江平婷懒洋洋地扎着头发 刚刚为了演戏 她不得不把头发弄乱 突出自己的憔悴 我会替你照顾好公司的 妈妈果真说到做到 第二天就接管了公司 和高层一起商讨 项目合同的接手问题 找来余瑶清算 曾经住在家里的各项开销 以侵犯夫妻共同财产为由 让余瑶把宋恒川 曾经赠予她的名表包包 尽数清还 余瑶本来想抵赖 看着江平婷 带着律师们 出现在她公司楼下 这才慌了 这都是宋恒川自愿赠予的 余瑶一口咬定 不会退还 这是举报你的材料 我大可发到你们公司邮箱和网上 余瑶满眼含泪 愤怒质问 大家都是女人 做人留一线不行吗 我没有破坏你的家庭 也没有让你们妻离子散 你做事为什么要这么绝 江平婷低头喝了一口咖啡 你以为我在针对你 在和你辞敬 其实不是的 我不止针对你 我是针对这家里的每一个人 你明知宋恒川有家庭 有妻儿 却还是没有边界感 和他在我的面前亲亲我我 你想从我吃醋的眼神中 获得一种被极度的快感 从而显示出你的魅力无边 你之前的生活是有多不如意 才会把自己生活的盼头 建立在别人的想法之上 但很抱歉 我并不在乎 甚至我还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下次你可以和宋恒川 在你老公的坟头亲吻 江平婷笑起来 可能那会更刺激 不过我劝你 还是先准备好 该还我的80万吧 比腰脸渐渐变得惨白 捏紧了拳头正义说话 又被江平婷打断 当然 你也不要觉得不公平 你受的苦 我也会帮你一并交给宋恒川的 他的公司已经被我架空 如今高层都是我的人 家里的财产 我已经在找律师 你写离婚协议书 你们的聊天记录 往来的账单 家里的监控 都可以当做他出轨的证明 如果你觉得这对他的惩罚太轻 那你大可放心 江平婷慢条斯理地摸出手机 调出一张照片 现在他正躺在医院 生死未卜 就算治好了 可能也半身瘫痪 到时候还得麻烦你照顾他了 你们这对苦命鸳鸯 终于能够同甘同苦了 无视身后余瑶的痛哭 江平婷朝我招招手 轻轻拉着我走出咖啡馆 已经是春天了 入木之处 沉寂一个冬天的树木 抽出新芽 草坪是盈盈绿色 头顶的苍穹碧蓝如洗 月儿你看 今天天气好好啊 云朵像棉花糖一样 他仰头看向天幕 像个小孩子一样 指着白花花的云朵惊喜道 曾经他满眼都是宋恒川 哪有兴趣去看窗外的景色 以后还会有更好看的天呢 我笑眯眯的补充 江平婷是什么时候觉醒的呢 是女儿出了车祸 血肉模糊 自己一筹莫展 心如死灰 是她唯一的依靠 在她最需要的时候 却在外面与情人亲亲我我 江平婷是曾经的我 也是未来的我 这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女主 苦难的确不值得歌颂 但它必须要有意义 苦难的内核 是要让人经历一切狼狈后 凭借自己成为受人仰望的林峰 而不是为了要能配得上 那些白眼狼男主 所以才得经历这九九八十一难 她并非只开短暂剩下的话 她本是一世长青的山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